当下呢很多家庭将这个新能源车型纳入这个购买清单里边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呢就向我咨询 这个SUV的新能源车这个细分市场到底有哪些车可以选呢 前段时间上市的吉胡汽车R25这款车型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首先在价格方面它已经下探到15万了 而且呢高配车型也不会超过20万这么一个预算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啊我们也发现这个细分市场呢向来不缺尖子声 长安旗下的深蓝S7呢纯电版表现的也非常突出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款车型到底怎么想 首先呢我们当然要看颜值了 颜值当道是最重要的 吉胡Alpha T5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这种向光而行的设计理念 营造出这种非常简约科技动感的视觉效果 追光的贯穿式腰线呢配合这种钻石数字的棱镜大灯 感觉十分的个性 之前呢我们也试驾过深蓝S7的这个纯电版 我觉得这款车在外观设计方面呢也是有很大亮点的 它的整体设计呢显得比较年轻时尚 用这种自然的曲线呢勾勒出非常极致这种动态之风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两款车呢在外观设计方面呢都各有千秋 我觉得选择一台车在外观设计方面呢各花入各眼 每个人呢都有心中自己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了 刚才聊到颜值下面呢我们再聊聊这个空间表现 两个车到底怎么样 这两款车呢车身尺寸呢是不相上下 几乎Alpha T5呢它的车长是达到了4690毫米 轴距呢是达到了2845毫米 那深蓝S7纯电板呢它这个车长呢是达到了4750毫米 轴距呢是2900毫米 乍一看啊数据上几乎Alpha T5呢确实没有深蓝它这个车身长度和轴距要长 但是我们知道在数据上它不是真的大 这个车内的得防率到底有多大 才是它真正的王道之所在 几乎Alpha T5呢它这个空间利用率呢是达到了69% 深蓝S7纯电板呢它这个空间利用率呢仅有64% 所以呢在得防率方面来看呢 几乎Alpha T5 当之无愧先日一步 在智能化大背景下呢 我们很多消费者呢对这个座舱的个性化需求是要求破多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两款车 在这个座舱个性化表现方面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聊聊深蓝S7纯电板吧 深蓝S7纯电板的这个智能座舱 可以预设十余种这个智能情景模式 它的这个智能交互系统啊 可以根据当前车辆的状态智能识别 推荐的相关的情景模式 我觉得呢这一点还是挺香的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几乎Alpha T5 它得过哪些亮点呢 几乎Alpha T5呢是搭载了同级独有的这么一个可编程座舱 听上去是不是非常高大上 它支持用户自定义车辆各零部件的这种状态 而且呢支持多达17类93个原子功能 这个功能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选范围 最重要呢它这个创造性很明显 可以实现这种千人千面的这么一个个性需求 是不是想的还挺到位的 几乎Alpha T5还有一个功能要给大家安理一下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前排座椅可以实现这个一键小气的这么一个模式 座椅呢可以调整到129度这种舒适的躺姿 给你呈现出这个状态 就是犹如你放了一个小长架 然后躺在沙滩上享受这种轻松时光这么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智能坐舱这个方面啊 对两款车进行了一个比较 我觉得呢两款车各有千秋 17纯电板呢已经给消费者呢想的比较到位了 但是啊我们不但看出几乎Alpha T5呢 它想的更加的细致周到 那聊到我们的爱车作为每天陪伴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 更是我们的亲密战友 什么最重要呢 我想很多网友就会脱口而出安全 没错 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两款车在安全呈现方面 到底有哪些大记忆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深蓝锡纯电板呢 和这个几乎Alpha T5呢 都配备了非常全面的这种主被动安全配置 这块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但是我们先发现啊几乎Alpha T5呢 它这个车身高强度钢占比是达到了81%之高 那相比较而言呢 深蓝锡纯电板呢 它这个车身高强度钢的占比呢只有70% 由此看来几乎Alpha T5呢 会给我们筑起更强的这么一个安全堡垒的作用 前段时间呢不断有这个新能源车自然的事件啊 更多的呢就是涉及到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 很多消费者呢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 哎好像一直对这个电池安全是有顾虑的 那在这方面呢这两款车呢 其实表现还都是可圈可点的 深蓝锡纯电板呢是可以提供4-8小时这么一个全天候的预警电池安全 我觉得这个配置呢已经非常贴心了 但是我们反观一下几乎Alpha T5都有哪些超强记忆呢 几乎Alpha T5呢它可以提前3-7天就预警这么一个安全隐患了 是不是有种未雨绸缪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电池包可以在碰撞发声3毫秒内就主动切断这个高压电 那深蓝锡纯电板呢也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反应速度稍微有点慢 只有10毫秒 那之前呢我周围的朋友或者同事呢 如果家里有宝宝的话选择一台新车 那就是非常的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呢车内这个甲醛释放物啊 对宝宝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友好 所以呢有娃家庭选择新车的时候 真的是慎之又慎 几乎Alpha T5做的是相当到位了 那我们看看甲醛测试的数据 那现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经过测试 深蓝S7纯电板暴晒两个小时 开空调10分钟后 甲醛内的平均值 那我们再看看几乎Alpha T5 它在这个常温状态下 甲醛的含量是多少 而且对几乎Alpha T5呢做测试呢是相当严格的 在50度高温暴晒4个小时之后 它的这个值依然低于这些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专业测试的数据呢可以看到 几乎Alpha T5呢它这个车内甲醛含量呢 是远低于行业标准的 那这些呢还不够 下面的这波操作也更加的贴心 几乎Alpha T5呢是采用同级独有的这么一个四房空调的绿型 它可以满足CN95的这个过率标准 而且最重要的它有这种抗菌抗病毒技术 以及这种吸附降解的功能 是不是非常神奇 而且几乎Alpha T5呢 它这个车内大面积使用这种生态环保的材料 还有啊这个方向盘也给我们提供上了抗菌的功能 是不是贴心死了 它这个方向盘表面呢是带有这种生态环保抗菌剂 相关这些加持呢 对于我们有娃家庭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那当下呢纯电车型续航是越来越长了 所以呢我们有更强的信心把它开得更远 但是啊我们不但发现这个补能和续航问题 确实是我们消费者更加关注的 那深蓝锡纯电板和几乎Alpha T5这两款车呢 在补能和续航方面 它们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首先啊我们还说深蓝锡纯电板 它这个最大续航呢是可以达到620公里 从补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把电量呢从30%冲到80%呢是需要35分钟 续航能力还有这个充电效率 在这个同级别中呢表现还是挺亮眼的 然而呢强中自有强中手 我们来看看几乎Alpha T5在这方面都哪些惊人表现呢 几乎Alpha T5呢它这个续航最大里程呢 可以达到660公里 10分钟呢就能补能260公里 17分钟呢就可以实现电量从30%冲到80% 这个表现是不是还挺让你满意的 有着这个功能的加持我们再也没有续航和补能焦虑了 那当我们北方消费者呢选择一台纯电车型的时候 就觉得它这个续航表现我们还是非常注重的 尤其是在这种寒冷的冬天 这个续航缩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相当大的打击 但是啊如果选择几乎Alpha T5呢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为什么呢给大家说说 那为了保证在冬天续航不缩水呢 几乎Alpha T5呢是强中极速电池加热技术 即便呢是在零下的环境下 我们也可以不再惧怕低温出行了 电量随时可以保持非常活跃的状态 在动力方面呢 几乎Alpha T5呢是强这个永磁同步电机纯电驱动 它最大功率呢有185千瓦和200千瓦两个版本 电池呢也是有零三铁锂和三元锂电池两种版本 几乎Alpha T5这款纯电ICV车型呢 我觉得开上去后呢上手还挺快的 整体感觉四个字 丝丝顺滑 虽然它4米多的车长对于我们有些女生来说啊 确实有点分大块头 但开上它以后呢 你会觉得哎它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比较活灵活现的感觉 整体来说呢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呢我们女生驾驭起来呢也是觉得幸运车 那因为呢我就是个纯电车的车主 所以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个单踏版模式 但几乎Alpha T5呢它这个单踏版模式呢 之后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么一个表现 即便呢我抬起电门的时候 这个拖拽感呢是很明显 但是呢并不是那么值得给 由于缓冲的过程 所以呢舒适度无疑是增加了 那刚才呢我们一直聊到了 圣诞安息纯电板呢和几乎Alpha T5 它们两个呢在相关方面这些亮点呈现 在动态表面方面呢 圣诞安息纯电板呢 它这个最大功率呢是达到了160千瓦 风支扭矩呢是320牛米 跟几乎Alpha T5这个200千瓦 风支扭矩呢360牛米比起来呢 还是四色的一些 有了这些动力价值 我们不难发现几乎Alpha T5呢 在起步和加速的时候呢 都会快人一步 即便呢你想偶尔小撒野一下 它也会给你提供这种满满的 运动感十足的驾驶乐趣 那作为一款家用纯电SUV 我们可能消费者呢 还是对它这个静异性有所要求的 那这天试驾几乎Alpha T5呢 我觉得它的静异性呈现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为什么它会有这种比较出色的静异性表现呢 因为它是有这种独门静异加深的 有哪些独门密集呢 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迪湖Alpha T5呢 是在这个顶棚车门内饰板 还有这个前围内外相关的部位呢 都提升了这个隔音棉的覆盖率 而且呢是采用了双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不管是在静置 还是在动态的情况下 车内都是会保持一种非常静谧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呢试驾迪湖Alpha T5这款车 那正好呢之前呢 我们也是刚刚试驾完 山蓝I7纯片版 那我周围的朋友呢 就说这期节目 你还聊聊这两款车到底怎么选吧 那刚才呢已经满足大家要求了 从设计 空间 安全 补能 续航 动力 相关的这些方面呢 我们对两车进行了一些对比 在观设计方面呢 我觉得各发入各远 这两款车呢 都有自己独到的相关的设计亮点 这种做到方面呢 山蓝I7纯片版呢 已经跟我们考虑的相当到位了 但是呢我们对比不难发现 吉湖Alpha T5啊 它的这个相关功能呈现呢 觉得更加人性化了 那在安全 补能 续航 以及动力呈现方面呢 我觉得呢无疑呢 通过相关数据的呈现啊 吉湖Alpha T5呢 还是比较更胜一筹的 座舱内的甲醛含量 真的是低于行业标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呈现呢 对有娃家庭来说呢 还是非常友好的 吉湖Alpha T5呢 在售价方面 确实更加亲民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两款车的价格 呈现在屏幕上了 大家看看哪一个更能打动你呢 那关于这两款车 我们网友有什么跟我们想聊的呢 欢迎在屏幕区下方 给我们护送起来 那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试车再见啦 拜拜 拜拜